接下來要跟各位介紹的叫做颱風警報 這個藍雅國中斷討考過 颱風中心最少要八級風以上才稱為颱風 往外會變弱 弱到七級風的地方 這個轉一圈 這叫做七級風暴風半徑 通常叫做所謂的暴風半徑 暴風半徑就是所謂的暴風範圍 或叫暴風圈 通常都有幾百公里 所以中心最少要八級風 往外變弱 弱到七級風的範圍 這個叫做暴風半徑 然後這個範圍內叫做所謂的暴風圈 暴風範圍 然後它就會跟我們在 這樣就會跟我們在暴 那個叫做颱風警報有關係 如果 二十四小時之內 暴風圈會清洗我們一百公里範圍內的 我們就會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好 二十四小時 二十四小時之內 暴風圈會Touch到我們的一百公里範圍內的 我們就會發布所謂的海上颱風警報 海上颱風警報 如果十八個小時 暴風圈會碰到陸地的 我們就會發布海上 陸上颱風警報 十八個小時 暴風圈會碰到陸地 颱風圈上到陸地 叫做颱風登陸 這個不用登陸 只要暴風圈會擦過陸地 就叫做發布海上 陸上颱風警報 我們現在 古時候有 但現在沒有 我們只有海上颱風警報跟海上 陸上颱風警報 我們沒有陸上颱風警報 為什麼 因為台灣是個小島 有陸上就一定會喔 海上 然後如果颱風塞到那拿走掉了 或者它死翹翹了 沒有了 我們就會發布解除警報 我們就會發布解除警報 說它已經不見了 沒啊 或者是走掉了 然後有所謂的解除警報 這是警報在最前面 最前面 那麼就是你也不要管啦 這裡有發布 這是 這個是有 第幾號颱風 好 2016年對不對 1603 2016年第三個颱風 2016年第三個颱風 然後呢 會有一個名字 會有一個名字 這個名字在最古老的年代 北半球用女生 南半球用男生 看到民主知道是北半球還是南半球 後來被一些偉大的人抗議 說颱風經常帶來災害 你都取女性的名字 歧視女性 所以就要改成男女間隔 後來又改了 現在就請這周邊的國家 每個國家出一個名字 然後我們就按照牌法 說隨便翻牌 我也沒有背 比如說日本 韓國 非力量要排下來 然後我們就按了這個 所以各國群就有各式各樣奇奇怪怪的名字 這個是所謂的英文名字 然後把它翻成中文 那麼中文我們以前是用英語 英語 然後大陸用的是意義 意思意義 可是我們現在想要改名大陸用意義 可是不可能完全都用意義啊 因為有一些是酋長的名字 那什麼意義啊 還有一個叫做牛奶布丁的 你把它翻成牛奶布丁颱風 這不是很奇怪嗎 所以反正我們就是把它翻過來就對了 OK 好 這邊有一個第13號颱風 第13號颱風 然後還有一個名字 還有一個名字 然後有一個國際命名 跟我們中文的命名 OK 然後緊包單 來啊 國中東要考過 這個就是預測未來 等一下跟你講 虛線代表未來 實現代表過去跟現在 虛線是未來 實現過去跟現在說 未來我預測你會到這裡來 預測你會到這裡來 然後呢 那這裡就是所謂的暴風圈暴風半徑 七級風暴風半徑 就這麼大一圈 通常幾百公里 把台灣都吃進去 台灣都吃進去 OK 然後中心有個符號 這個就是顯示它什麼颱風 如果它是空心的 就是輕度颱風 如果它是實心的 就是中路颱風 或者是強烈颱風 它是什麼樣的颱風 然後呢 邪性的警報區域 現在在這裡 誰會發布颱風警報 告訴你 你要注意颱風 會對你帶來的影響 邪性就是所謂的警報範圍 警報區域 這些地方要注意 台灣要來了 會對你有一些影響 剛剛跟你講 實現是過去跟現在 虛現是未來 以前用這邊 這樣子走到這裡 現在在這裡 未來會走這邊 到這個位置來 到這個位置來 不過現在氣象局 不太這樣子爆 它改成另外一種爆吧 叫做譴示圖 譴示圖 譴示圖 就像這樣 我現在在這裡 我現在在這裡 我估計未來會走到這個範圍內 會走到這個範圍內 叫做譴示圖 這題學測考過 大家學測考的時候 它的文字敘述有一點問題 文字敘述有一點問題 不過我就不理它 還像這樣 就是譴示圖 我現在在這裡 我估計它未來會走到這個範圍內 會走到這個範圍內 然後這個是 這個可能就只有一天 或怎麼樣 如果你畫很多天會像這樣 會像很多樣 有同學以為 這代表颱風越來越大 當然不是 它只是 它可能走的範圍 越來越大 因為越遠 時間越久 它那個越不確定 越不確定 所以 可能走的範圍 越來越大 好 那是因為 那個是因為 颱風 颱風巨測很難 颱風在這裡 台灣在這裡 颱風在這裡 颱風降走 降走 跟降走 對台灣影響差別 很大 可是你抱不住被人劫阿 所以他現在告訴你說 颱風在這裡 我預測他會走到這個範圍內 走這裡我是對的 走這裡我還是對的 走這裡呢 我錯了 沒關係 為什麼沒關係 因為他告訴你 我只有百分之七十的機會 他正好亂講就是三十 我也沒辦法了 我也沒辦法 所以你現在看到的是這個譯報 譴視圖他可能未來走的路徑 這叫做颱風警報單 來啊 國中 都要考過 你要知道這張警報單在跟你講什麼事情 報給你什麼事情 這是你需要了解的 可以嗎 可以